現在時速是85 沒有我已經10度100了 在這種地方騎這種速度 其實台灣人真的想像不到 我必須要說其實有點跨 因為... 還是會漂 沿路都在漂欸 對啊還是會漂老實說 今天呢我們就會正式開始 出發去Dempster Highway 之後的大概三天 我們就會請到Nikotoa 然後再花三天騎回來 超大的駝路腳 挑戰刀神City的死人腳趾酒 對我來說最困難的是酒 說是Highway 它High的不是速度啊 它High的是這個危險氣寶 現在下雨了 靠北 天氣真的說邊就變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是森林大火嗎 沒有 因為那個方向完全 就是欸 對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好滑喔 這邊我剛剛一度差點失去控制 幹幹幹幹幹 不行了不行了 我要死了 在上一集 我們剛上路就遇上了森林大火 被迫在路邊露營 但是費盡千辛萬苦 我們還是來到了500公里外的道生市 這是一個淘金時期所建立起來的美麗小鎮 有著濃濃的老美國風格 還有各種在台灣不合法的東西 例如賭場 大麻 以及絕對不符合食安規範的死人腳趾酒 接下來 重機挑戰北極圈第二季 我們將會帶大家繼續上路 目標是500公里外 在Dempster Highway這條通往北極的公路中間 唯一的一個休息站 EGO PLANS 違反外交往北極圈 如果你拉一小便 在台灣 你可以 向右摩 南 你不可以向右摩 沒有 你不能把左摩 直撥 即使它是黑色 對 是的 什麼如果有人在背後 有一個櫃子嗎 是的 那櫃子很小 為什麼這樣 因為大家都有車子 因為我聽說有很多車子 很多人在下25cc 因為我們的車子很容易 你只需要5分鐘 你能夠通過我們的車子 很多人乘得很慢 如果人們需要轉向左 所以他們會抓到車子 是的 這意味著你可以乘車 因為車子在下25cc 你只可以乘車 很瘋狂 有些人像我 會喜歡乘車子 在其他國家 因為這是新的 是的 好可愛 好可愛 嘿嘿 各位我們來到了 2017年我來過的這個遊客中心 那為什麼 我覺得特別要帶大家來看這個遊客中心呢 因為呢 第一個我2017年來這邊的時候 那個時候跟現在真的不一樣 現在呢 這邊的網路基本上是還OK的 像我在這邊收我到4G滿格 但是我2017年來的時候 這邊真的是多誇張 整個刀身City是 你收不到任何的手機訊號 當時呢 它是這邊唯一有公共Wi-Fi的地方 所以呢 我一走進去的時候 你知道滿滿的人都在那邊滑手機 但是呢 用公共Wi-Fi 有什麼風險呢 就是呢 你很容易被盜帳號 如果就是有駭客啊 特別想要攻擊你的話 公共Wi-Fi是有風險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進入Social VPN的業配 Social VPN呢 它其實就是呢 在網路上呢 建立一個呢 私人的伺服器的一個感覺 所以呢 你就可以呢 隱藏你的位置 隱藏你的一些公共的資訊 然後避免呢 被駭客攻擊 所以你想要在國外呢 去用一些機場的Wi-Fi啊 或者是呢 就是像這種遊客中心的公共Wi-Fi啊 記得呢 就是用Social VPN 它可以保護你 就是在公共的場合被Wi-Fi 然後竊取你的一些私人資訊 然後第二個呢 它的第二個VPN的一個好處是什麼 像 像 家瑜你應該有看到嘛 我現在就是有空 我會滑一下那個丟臉狗嘛 就是學一下英文嘛 對不對 那像我從那個Wi-Fi飛過來的時候 我就是因為有時差 所以我差點呢 就是 沒有達到我的就是 72天的連勝 大家應該有看到我 語言進步很多嘛 那你需要一個什麼 就是 VPN 那VPN呢 就可以讓你在時差的時候 連回台灣 假裝你現在上網的地方 是在台灣 然後獲得一個相同的時區 那Sasha VPN呢 還可以幫你解鎖 就是地區限制的那一些內容 像我之前呢 會把IP轉到美國 就可以看到 美國限定的一些電影 那講了那麼多 最重要的是什麼 等一下記得呢 在底下呢 幫我們輸入我們的 Spark Link 你就可以得到特別的一個 Special價格 還可以得到四個月免費的 這個使用資訊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常出國的人 這個時候呢 趕快去輸入我們的連結 得到你最好的一個 出國使用的VPN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回到正軌 我們趕快去看一下 我們的遊客中心 走 這邊是蠻值得觀光的 就是你對淘金時期 淘金熱那個時期 有興趣的話 這邊一定要來看一下 這附近好像還是有一些 就是採礦的遺跡 就是還蠻酷的 就是我們有一些明信片 大家應該都有收到 就是明信片上面 會一些老舊採礦引擎 可以來這邊看看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好像是以前的罐頭 有沒有 如果是真的的話 這邊還蠻特別的 保存得這麼好 你看 超大的駝路橋 大家來這邊 一定要來看一下 他們的遊客中心 然後你看 那邊那位 那邊那位 恐怖神 你看他穿著淘金時期的衣服 你就覺得這個地方 真的很漂亮 超讚 有沒有看到 後面那個 超肥的 那個大麻店 它是在銀行二樓 所以它的意思是 吸完大麻 再去底下銀行 辦事情比較好便 還是領完錢 趕快去上去買一根 就我剛剛跟我們那個 攝影師嘉宇 在VGV邊走邊笑 就是 浴空人這個 道生寺的人 這個超ㄎㄧㄤ的 有沒有看到 遠遠那一個 情島的房子 它是知名的地標 我記得 道神知名的地標 甚至衣服裡面都把它印上去 它就兩個倒在一起 靠在一起的房子 接下來我們要來到我2017年那時候沒有做的事情 就是挑戰道神City的死人腳趾酒 然後反正它就是一個Shot 然後再給你一個死人腳趾 然後等一下呢 就是給 直接喝下去 我2017年之所以沒有挑戰 是那時候完全不知道這個東西 所以這一次來 就是想要來彌補 彌補當時的遺憾 挑戰完可以連到一個證書 以我的酒量 我喝完這樣的烈酒之後 我應該就直接躺 你知道嗎 那現在你看 大家在上面正在挑戰 然後呢 輪到我們這時候 我們就一起上去把它喝完 我再試過 We need to go Tim Let's go Hello Hello And this is how you run it down here Oh yeah OK OK We need to go Ins soup Instructions Members We need to be avoided You Choose 搞 A It's not It's not 你把手放在你的嘴巴 如果你的嘴巴是小的 你必須付錢 還要花一千五百塊 我準備好了 你可以喝得快 你可以喝得慢 但你的嘴巴也必須觸碰到這個嘴巴 沒有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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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享受 乾杯 對我來說最困難的是酒 我認為這個嘴巴是 阿公阿瓶 如果你嘴巴 嘴巴 或嘴巴放在嘴巴 哇 我不會這樣做 好叫 乾杯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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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迎来到团队 谢谢 你情太多了 你情太多了 好酉 欢迎迎来到团队 哈哈 欸 我覺得我是最失敗的那一個 為什麼 因為你 因為我剛倒不出來 你知道嗎 他其實很難倒 我卡住 然後我就害 因為我有點緊張 我不可能連酒都吐出來 看起來超狼狽的 我覺得他不像腳的大拇指 因為他超長 你知道嗎 長到不行 你剛說為什麼會卡到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他太長了 直接卡著杯底 你是不是知道 我記得他到底是哪裡來的 他就是有一些比如說凍傷的 凍傷的 不是真的死人 是真的凍傷的 但這個要講一下就是說 好像就我了解是 本來有一個最遠足的膠質 就是在製造這個傳統膠質 其實早就已經被人吞下去了 被人吃掉了 對 而且是故意的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吞下去 會帶來好運 然後就被罰 然後之後他就開始立規定 就是只要吞下去就罰2500的家庭 後來其實有一些志願者 就在捐了這個膠質出來 那我想要問一下一個問題 如果你現在在北極圈真的 發生一些比較不幸的事情 那你沒有死 只是你腳凍傷了 你截肢了 你會想要捐過來嗎 如果都已經掉下來了 那我就送他了 就捐了 那如果說不是腳 只是其他地方凍傷 你也會捐嗎 不可以 我可以強調 不可以用牙齒喔 不可以用牙齒 那個應該可能會太小 我看到了 哇 好精緻喔 你知道我現在已經開始在暈了嗎 因為他其實酒蠻烈的 可是我可以理解為什麼酒那麼烈 因為其實他那個是輪流 大家都在吃的膠質 你如果不烈一點不行 那個是基本上的COVID生化值 對 如果是在COVID-19時期的話 那東西一定是剉賽 但是問題是 他的那個酒 我本來以為可能是威士忌 或Gym之類的那種 比較常見的烈酒 但他其實是美酒 對是很濃很濃的美酒 可是很濃的美酒 超濃耶 還好吧 但是我覺得還是好喝的 好喝好喝 是好喝只是會嚇到 太甜了 哇好烈喔這樣子 太烈了 而且我很好奇 因為他就是 就是Captain給的那個證書 證書 而且因為那時候 我們遇到Melody 就是同鄉會會長 然後他就給我們看影片 可是不是同一個船長 但我發現他們有想要 維持同一個形象 造型 對對對 維持同一個造型 OK 然後重點是我們拿到了 就是記得來北極圈的話 這一張DAMSER HIGHWAY 有四張證書 對 那個就是Inuvik 土托亞圖克 然後這邊 然後還有就是什麼 DAMSER HIGHWAY 對DAMSER HIGHWAY 所以我們拿到了第一張 耶 好 然後我要回去倒了 我開始暈了 很晚了 10點了 開始暈了 對 其實現在10點了 大家不要相信 這個就是這邊 10點還這麼亮 對啊 好回去睡覺 安裝 好累喔 有點暈了 開始在暈了 耳朵開始在紅了 累 好 來各位 我們經過了 Dawson昨天一晚的硬帳 然後我昨天睡得也死死人 今天呢我們就會正式開始出發去DAMSER HIGHWAY 之後的大概三天 我們就會請到那個TUKTOA TUK 然後再花三天騎回來 開場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到底帶有哪一些的攝影器材 那 Z63 28 400 這不用講了 一路上都是用這一隊 然後呢 GoPro 然後Inchia 360 跟我們這一次帶來的路德欽 我們額外的幫他們做一些拍攝在這邊 那 趁現在 陽光還非常非常的好 天氣非常非常的好的狀況 我們就廣快出發 Fuck OK 你先起步 我會追 我會跟上 DAMSER HIGHWAY的路口 就是 離到深大概 二三十公里吧 然後就可以進到DAMSER HIGHWAY的路口了 那這一路往上呢 就是真正進入到我們接下來 北極海的一個行程了 真是令人期待喔 我也是第一次來 好 我們出發吧 Go 第一關就是個木橋 拍起來 哇 耶 目前這個路況其實我覺得還算是 蠻 我才剛講完 我們就進入砂石路了 現在時速是85 沒有 我已經10度100了 在這種地方騎這種速度 其實 台灣人真的想像不到 我必須要說其實有點怕 因為 因為 還是會飄 沿路都在飄耶 對啊 還是會飄老實說 老闆這邊畫面可能就要跟你錄一下了 你自己隨時按360之類的 我已經知道不能指望你們 所以我已經先按了 好 啊我這樣講你也只是說一句好 現在這邊的砂石還是偏多耶 其實 可是我覺得其實現在我的感受就是 好像就是要習慣那個搖晃 因為那個搖晃是無可避免的 對 你有沒有覺得就像我說的 台灣找不到可以適合訓練騎這種路的地方 應該是沒有吧 像這樣的道路 這跟騎頂道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哇 詹姆森海味真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體驗 說是海味 他嗨的不是速度啊 他嗨的是這個危險性吧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詹姆森很勇 他一直讓我吃土耶 因為我跟在他屁股後面幹全部都是土 我還記得一開始 瓜吉你訪問的時候 你還說這個地方怎麼可能騎90 怎麼可能騎80 結果到了才發現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心理負擔是真的比較不一樣就是 其實很怕隨時衝進那種比較深的殺死區啊 可是這裡的風景真的蠻特別的一個地方是 他真的就是常常只指的一條路耶 一路向北 對 我一路 怎麼唱 我一路向北離開有你的季節 喔 你終於接上了 對 天啊 火花爐第一次接上 我想訪問一下大黑 兩天後要換你其樂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超美的 真的蠻期待的 很想要親自騎看看啊 哎呀 真的是啊 兩天後換我跟你騎啊 要看那個前面那個人要不要啊 這邊是墓碑山 欸可是墓碑山就是那裡 可是你會想說 那裡像墓碑 不是應該像龜山島一樣真的有一隻龜嗎 沒有他是說 我們要等下到另外一邊去的時候 他是一個 因為地形作用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會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墓碑形狀 這邊好像是他們的國家公園 對對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重點是 他們這個團隊的名字叫做墓碑 然後不是 他也說他很多朋友問他說 為什麼要取這個不吉利的名字 對啊好奇怪 其實我相機沒有拿出來 因為一開始我就覺得我不敢 我不敢拿出來 我怕我一摔下去連我相機一起爆掉 對然後所以我先收起來 不過我覺得後段後段路況越來越好 因為前段反而十字比較深 欸是是是 對對對 沒有啦也是習慣了 不過東西開始壞了你知道 蛤? 我剛剛讀不到我記憶卡 蛤?這個讀不到記憶卡 然後這個完全沒電 所以我現在要檢查一下 所以我剛剛說我需要多一點時間 好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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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接下來了又到了我們寫明信片的時間了 接下來了這一封信 滿感人的 然後他也允許我唸出來 所以接下來就當作我們上路的一個口白吧 好不好 親愛的媽媽 爸爸離開後 你就是家裡唯一的支助 謝謝你辛辛苦苦的把我跟妹妹養一長大 現在我有能力去分擔你的辛勞 希望有一天我能夠帶你去環遊世界 看看不一樣的風景 或許去沙漠 或許去歐洲 或許去北極 在那之前先用這封來自北極的祝福 當作一個約定吧 來自新北的黃先生 好 再來自己想動作喔 我都在按喔 好 OK 再來一招喔 好 一二三 好 OK 好 大家看到地上雖然很多洞呢 可是... 其實那個Color 我們的司機跟我們講 其實這一段已經是這整段路最好的一段 我必須說Dampster Highway的風景比道頓還要漂亮 我覺得 你看我們早上八點騎到現在而已 大概才四個小時 景色已經千變萬化 現在下雨了 靠北 你看 原本已經大晴天 然後開始在下大雨 Dampster Highway 這種北極這種地方 就是像這樣子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變天 天氣真的說變就變 我的相機 就這樣子淋雨了 來看一下 耐後測試 OK 雨停啦 就頭上那一片而已 頭上那片在下雨而已 一下就過了 看著它的水耳 在這裡 everybody看到它的水耳 就在這裡 封印它的水耳 就這就是我 昨天空間的水耳 也很喜歡 大家剛剛在畫面上應該能看到的 就是這邊寫的是熊的故鄉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邊沒有 這邊是蚊子的故鄉 來有沒有 超多蚊子的 真的不是我要講 你看這邊都到處在飛 超大隻有沒有 他在盯我了 他在盯我了 然後1 2 3 幹 超大隻靠腰 我跟你講在這邊真的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不是熊 而是蚊子 你大概在這邊停一下 你大概就會被吸乾吧 聽說就是比較小的駝 駝鹿啊 或是什麼還有被吸乾之類的 有都沒有的 好像你看 他說 保持就是 在露營的時候 對於熊的安全防護 不要放食物啊 那些有的沒有的 真的是 我之前去當當highway的時候 真的沒有遇過像 目前這樣的狀況 因為這些蚊子大概只能活 一個月吧 我在想 然後大家可以看這裡 一定要參觀一下 沒有遇過 你看 這大自然都很漂亮對不對 好 可是呢 每次打開走是會有各種surprise 像這個 然後這就是標準的廁所 我不知道你敢不敢上啦 對 上 我不知道你敢不敢上 但是 當你 凝視著深淵 深淵眼凝視著你 但是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再怎麼偏僻的地方 他們的 衛生紙 他媽永遠給好給滿 給超多 你怎麼知道 好太多 欸你看這邊還有四卷 真的超多 這邊基本上是一欄的程度 對啊 我告訴你 這邊根本不用怕沒有衛生紙 你知道嗎 好 趕快來跟這邊衛生紙 跟那個蚊子一樣多 超級 我從第一天我就帶這個 然後大家都在笑我 看來就說 Oh it's crazy 你就是有必要嗎 在這邊的蟲還好吧 好結果你看 必備好不好 Made in Taiwan 真的 肯定是我們自己 哈哈哈 這個是 跟家瑜的 就是三明治 火腿三明治 加蚊子 對 嗯 很好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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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笑就笑 該哭就哭 不要輕易被過去的精力困住 而不敢往前邁進 相信自己做的一切 因為未來都會往好的方向發展 未來都會往好的方向發展 沒有夢想太多 不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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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騎了多久啊 八個小時 差不多喔 看到有一個野生動物在河邊有沒有 河邊飲水 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樣有型嗎 牠現在在學動物耶 真的蠻像的 會吧 你去幫牠 這樣就沒畫面了 我覺得安全為主 可以牠可以 牠踢腳下 可以啦 牠是個男人 欸火化螺 是請說 忘了一些東西你知道嗎 忘了什麼 我的相機在路邊 一背包 我們一直在想 你什麼時候才要想起來 出大包啊真是的 因為我的眼睛 跟我的愛跟我的關注 一直在你們老闆身上 OK 謝謝你的關心 欸你很棒 蛤 怎樣 因為我剛剛一直叫大黑下去幫你 我就說一切安全為主 大黑就說你可以的 結果你真的可以耶 對 謝謝大黑的信任 這台車我真的是每次啟動 都是對我來講像一個大折騰 真的太高了 不要講你 對我來說也不好受 Damp Star Highway 是我目前騎過最美的一條路 道路旁拔地而起的山峰 纏纏流過的小溪 還有在墓碑山國家公園 遠眺的遼闊大地 都是這個地球上的其他的地方 難以見到的景象 但是這些美景之後 等著我們的 是吞噬無數條人民的困難路況 到Ego Planes 之前的這段路 我們遇到了一段有著超聲鬆軟沙地的路 我們前進的每一公尺 都是在摔車失控的邊緣下推進的 又來了 又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老闆老闆你先不用 然後大黑下去幫你 有沒有受傷 沒有沒有沒事 我覺得 好沒有受傷就好 沒有受傷比較重要 好先去旁邊休息 然後那個線要注意 1 2 3 直接靠 因為側駐有效 好 來 活動一下身體 覺得有沒有拉倒 沒有沒有沒關係 好還好還好 我在你背後 好 OK 可以可以可以 我有輔助所以你放心 我直接走 好OK 超多蚊子耶 對 超誇張的 好 好 這一點也不帥 可是有拍到 我騎到他媽快發瘋了 我們現在剩下大概不到一百公尺 卡車還在後面嗎 他好像不見了 是不是 他覺得我們是陸隊長 天啊 他卡車還在後面 還在後面 我們怎麼樣都逃不過他耶 噢 噢 那個煙沉 一路追過來耶 真的好可怕喔 看起來好像一個猛獸 快點過 快點過 你知道我騎邊邊 我有多害怕嗎 噢那個煙沉 我都看不到了 老闆還在嗎 我看到你們老闆淹沒在炸死車的灰塵中 我現在騎40公里而已 人進度太差 我也減速了 我也減速了 好滑喔 這邊我剛剛 一度差點失去碰刺 幹幹幹幹幹幹 不行了不行了 噢幹我剛剛覺得我差點摔出去 好可怕喔這裡 這個灰塵會很high喔 這邊真的很難 很難騎 對 那輛車子也不太誇張了 他好像很近我 但他很快 對 上台的駕駛 我覺得這段是最難的 這種沙子是最可怕的 你們都很棒了 因為它不太容易 謝謝 我剛剛聽到一直踢到你的身影 對 那你們怎麼都沒有回我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辦法再回你 我沒有辦法跟你講幹話 這個時候就是保重吧 就是你過不去我也救不了你了 對 側光的時候我還看得到 沙子哪邊比較深 但是一瞬光的時候 我完全看不到哪邊比較深 就白白的 我大部分是維持在60 可是我只要一開始撇 我就馬上降到大概40左右 對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我這整個已經變成白色了 哇 好好吃喔 喔好可怕 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 因為在台灣 有很多大型車 他們在嘗試我們 我們會說 幹你娘 會去 嚇死你 嚇死你 你這樣說了嗎 我這樣說了 我這樣說了 你這樣說了嗎 對 加拿大也會做這件事情 現在我們知道 如果我再看到他們 我會再說一些 對 對 沒有需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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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很激烈 甚至在车子里 我们在闹嘴 但我们必须要小心 因为两个星期前 有一个状态 在喇叭 同样的状态 哇 车子轮人 在车子里下的车子 哦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 我会 他讲的狗签 因为 即使我们正确 我爸爸说 你可能正确 但你已经正确了 好 哇 邪灵格 哈哈 各位看 这真的不是好玩的 连在地人都 都翻成这样 我光是那个 从右边 左转进来 他其实都是很危险的 所以你刚刚看我一路上 其实就是 脚甚至放下来 慢慢起 就是 跟你闹着玩 他翻完之后 车头是朝回去 你看 对啊 我去抓 好 我去抓 我去抓 前面路边有奇怪的东西 是人吗 还是车 那是东西吗 好像又不是 摩托车吗 还是那个是 瘋狂麦斯的冲锋飞车队 两个人 你叫他车 赶太狂了 太狂了 OK 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不是摩托车吗 因为他们没有车灯啊 原来的看我就觉得那不是车灯 OK 这边真的很难 很难起 一波还未平息 一波又来不及 在哪 前面很滑是吗 超急 哎呦 哎呦 前后人都在滑 那个是森林大火吗 我觉得是耶 所以我们等下又要经过一次森林大火 就对了 我不知道 看起来是往那个方向直冲而去 我必须说 这条真的比 Dunton Highway还要 更high 没有啊 因为那个方向完全 就是 对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前年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 我们在渡船上 嗯哼 然后路线 很久了 人们在另一边 人们在另一边 他们在渡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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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几个天 大概一天 大概一天 它现在是 风是往远离路的方向 但是那边的话 是靠近路的方向 对 所以我们可能会回不来 对 所以我们可能会回不来 现在不是危险 但是 我认为 至少了一天 有几个天 因为其实现在最麻烦的问题是呱吉 因为呱吉没办法待太久 他其实也讲 他说对我们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 可能会被delay好几天 那我觉得很简单 因为我们四个人被delay都没差 呱吉主要是他行程有点麻烦 最了不起他就先回去 我们继续到 Eagle Plains 然后我们看看 他们有更多的资料 我们可能会 结束我们会回到这里 在这边的路上 如果事情会更糟糕 我们可能会回到这里 我们相信你的决定 EGO PLAN 7公里 然後它寫什麼 INNOVIC 400公里 379 哇 前面這個燒的範圍好大喔 整個都是黃河色的 看起來有點像車諾比那一個 黃河色的森林 被核污染過的森林 2公里 快到了 嗯 3公里 該想如何 我要死的 沒有啦 我真的 真的假的 我覺得其實想了蠻多人生的道理 真的嗎 沒有啦 因為你很莫名耶 就是 我不知道 所有來育空的人都會經歷這麼多次嗎 你是說大我 然後熊 然後倒車兩次 沙子 然後 很多啊 還有 瘋狂賣私追逐站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們至少不到目前為止 關關難過關關過 對啦 所以我也覺得應該是可以過著去啦 這邊其實 看起來就是 汽車旅館 然後一些商店 大概就這樣 然後我真的覺得 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我還以為 很小 因為如果是 Downtown Highway的那個 Kofu 超小一個就是休息站 然後一個小餐廳 沒了 就這樣 OK 這邊至少看起來還有點東西 好 今晚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好好休息一下 好 休息一下 然後 但是問題是他願意 但是他必須要說 他願意騰出額外的時間 因為我們可能會被擋住嘛 搞不好甚至要待在這邊 可能七天十天都有可能 那 那 可是Color他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他必須要搭飛機回來 欸他剛好說一個人四百加幣 四百加幣 對阿 那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就是回白馬 對回白馬 我相信到時候可能很多人都想 飛回去 所以也可能會有搶機票的問題 甚至不一定有機票 不知道 對阿 好 我覺得我們有什麼問題 就是 而且這都是建立在 真的有遇到道路封閉的狀況 對對對 但他只是先把醜話想清楚 對對對 對對對 那當然了這個還要講到油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沒有油 你知道這裡沒有油嗎 喔 剛剛他們有在聊 這裡沒有油 阿如果Inuvik再沒有 我們是走不下去 等一下這邊沒有油 嗯他們剛剛有人在聊 是 是用完了嗎 用完了 對用完了嘛 因為我想說這邊是有驕傲槍的阿 但是他會用完 沒有他們沒有油 他們要等油貫車送上來 好了所以 好我先講一下 我們那台車大概可以跑350公里一桶油 對 但是如果 就只能到中一點而已阿 對對對 我們就只能到Inuvik 那Inuvik沒有 那我就到圖克多雅圖克 其實我跟你講還有一個比較白癡的做法 雙載嗎 累的隨便阿 就極限的就是這樣阿 就把油抽到另外一個車 對啊 那種 世界末日的做法 這張有這麼硬嗎 我突然覺得 突然狀況很多 好啦反正我覺得應該 everything is ok 我必須說這邊雖然 整條路 但是它還未比 當上還未危險 但是我真的覺得風景漂亮很多 然後重點是 這邊這樣還有酒吧 還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你知道我當初在 當上海味的call food 真的是吃屎嗎 那真的是有夠有爛的食物 就是 我記得我當時甚至沒吃東西 因為裡面的餐廳好像已經沒公餐了 因為我有時候 這邊網路 欸 這邊竟然有網路啊 對啊 因為我還沒網路 很快你知道嗎 就是我完全沒料到 就方圓百尼之類 自我這裡 但是沒汽油 對沒有汽油被加彎了 你好像說這邊是旺季吧 所以汽油都被加完了 所以汽油都被加完了 你給幾分 吃的 滿滿十分是不是 對對對 應該五分吧 哈哈 不知道 你的分數這麼低喔 這個還好 我看一下我的雞肉 我吃一口 你看 這很像我自己在家 就可以煮出來了 真的 好 這個是豬排啦 不好意思 好其實我先講 我會給九分 我的標準真的很低 我的標準真的很低 OK 好 繼續吃飯 然後看一下我們明天 之後會不會 可以順順利利的回去 不用再多外多花錢 沒錯 在靠近北極圈的EGO PLANS 我們總算看到了日不落的永驟情境 當天我在這邊 跟另外一位加拿大的騎士聊天 他說 這邊真的很美對吧 美到你無法跟你的朋友 沒有描述你在這邊看到的一切 因為語言不能描述 浮過你臉頰的微風 不能描述在你腳下 嘎吱作響的獅子 不能描述晚上12點 仍然閃耀的太陽 不能描述那完全死極的太原 只有他們親自來到這裡 才能真正看到 疑似孤獨的EGO PLANS 我看到你滑了一大霞 還好嗎? 沒事 你下來可以嗎? 可以 這邊很滑 所以一定要注意 挖腳 到這邊之後 才發現說 幹我輪胎爆胎了 這個是放在 我們行李車上的行李箱 有沒有看到? 終於達成我2017年 那時候沒有達到的 所以親眼看看北冰洋 然後摸一下北冰洋的海水 這樣子 這個觸感好奇怪喔 來吧! 來吧! 一、二、三 嘿! 我的天啊! 很可憐! 很可憐!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